各位夥伴大家好 今天我要做招材金油 我今天那个纯金箔刚好倒过 那前阵子呢就是 我做好招材金油我买一小瓶 然后每次带出去我朋友就说 哇这什么东西好漂亮喔 就跟我买走了 买到我自己都没用到 这个纯金箔它比黄金还要贵 所以大家在网路上买这个纯金箔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看这个颜色 这个才是真正的纯金箔 现在很多网路上都有仿帽的纯金箔 要纯金的才有效 然后接下来我要做成招材金油用的 也可以做一些手工罩或是加入那个保养品里面 我真的超怕烂 有些人问我说要用哪些金油呢 那我今天用六种金油 就是野菊、佛手干、檀香木金油、片竹葵、盐兰草 这五种金油 那檀香木呢我选择夏威宜跟印度檀香木这两种 混搭在一起 那有些人说第一处到底要多少呢 其实我觉得我是自己要用 所以我第一处就用比较多 那一般来讲 这个配方来说就是 天竹葵跟那个盐兰草 大概五滴就好了 那佛手干、檀香木就十滴 然后大概野菊大概三、四十滴左右 那如果说像我自己要用的话 我当然就是滴多一点 对自己要好一点 对不对 而且盐兰草呢本身就是质地比较浓稠一点金油 所以 滴它会比较慢一点所以要用耐心 比较没有耐心的人可以买那种金油的那个滴馆 像我们那个公司的三合一办公司应该可以买金油的滴馆 你就找这种十五末瓶子专用的滴馆 像这个纯金补其实是纯度大概90%以上就可以吃了 但你不要随便乱买 万一你买到假的撕坏肚子了 那就是因为有加那个甘橘叶金油 所以是要注意一下光明性的问题 但是虽然我们有稀释过 光明性效果就没那么强 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尽量涂在太阳晒不到的地方 我有亲自试验过那个甘橘叶金油反黑的效果真的很强 我花了大概半整的时间才恢复正常的辐射 所以不想要变黑的人注意使用甘橘叶金油 一定要注意避免被太阳晒到 那如果说你是用那个 金橘金油就没有关系 因为金橘金油它是唯一一款没有高明性的金油 我现在用的是檀香 檀香它更浓稠会比那个 眼蓝桃还要久 然后一滴都还没下来 但是我不习惯用滴馆嘛 因为滴馆它没办法 缺点就是它没有办法把金油封紧 我觉得金油会发比较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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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是蠻喜歡 檀香的味道 那印度檀香味道就比較 比較像那種廟裡面燒香百般的那種味道 那下尾檀香會比較香甜一點 把全部倒下去對字好一點 那如果說你對招臺經有興趣 不一定要用到我剛剛講的那五瓶 也可以用野菊、測薄 主要就是要有野菊 然後再加上木頭類的精油 那是測薄跟檀香木就很適合 再搭配柑橘類精油混搭 然後再搭配花類的精油 這樣花類的精油選擇天竹筷 那如果說你沒有天竹筷可以用玫瑰 好 之後呢 之後呢 開始加了野菊 OK 這樣子照材經油大功告成 大家稍微看一下 再做完但是記得搖一搖